大家好,我是茶掌哥 徒步旅行214滇藏线 这就是昨天晚上露营的地方 对面这个房子是一个小型的水利发电站 这边有排房子,那边是给大车加水 加带电 昨天晚上来这停下里头已经晚了 所以看不清昨天晚上露营的这个情况 现在让大家看一下 昨天晚上住的这个地方它是四周四山 环绕的这个地方 我说怎么,这太阳改起来了 某个发现作品了,这太阳还不起来 那么晚点,太阳让山给挡住了 还没有上来,离的山太近了 现在作品发出去了,咱赶紧收拾一下出发 不早了 赶走不赶了 好了,收拾完毕 这个东西有没有用了 没用了,少对比,这有啥用 你的大河水泡 不要给这车增加负担 该扔的就都都扔了 这也舍不得扔,那也舍不得扔 这车承受多大的重量 走啦 走啦,出发啦 走嘞 继续往佛山乡 出发 今天应该还能走个两三公里的下坡 就没有下坡了,下完了 对面的山顶应该就是梅里雪山 这好像又是一个葱庄 今天早点,吃点中午饭 媳妇牛肉店,这么大的呗 来点山西老橙醋 这个没开口的是不是老板 好,好,看来 山西老橙醋 你是出了丸的 嗯,出了丸的 这辣椒辣不辣的? 辣椒不中辣 少点吧 我不能吃辣椒,想吃点 好不好 这个是什么 黄海 这会是什么 没什么 别闹了 要不追 好 真的 现在我身边的这条江是蓝藏江 蓝藏江的水啊是红的 下面这是啥植被呢 这是芦荟 山上也是可多的啊 这不是那仙人掌 这是不是芦荟 我也不认识 不是仙人掌 没有刺儿嘛 也有刺儿 但不是那小刺儿 看它是周边长的 看这么多 这山上 看这边就种的都是这 是不是芦荟 其实货也挺好的 能长点见识 有些东西在家里 这一辈子都见不到 因为每个地方和每个地方的气氛土壤 这些都有关系 所有的植被都不一样 是不是芦荟 这是啥玩意儿 一直搁着这山 一直搁着这山 又是两面是山 中间是一条南长江 和一条214国道 让你休息会儿 看看这山 对面是个水电站 现在水电站的 上面这是个信号塔 看这儿是个信号塔 看这儿是个信号塔 所以说现在这个信号 基本上就每个地方都有了 山的拐角啊啥的 它都见到这个信号塔里 还有个山洞里 看那个山洞里 看那个山洞 山洞里的会有这房子的一些 到不了佛山今天 去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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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叫人家圈跑了 老爷有人问我啊 这木头从哪弄的 看看 看这 看这路边是不是这么好的木头 它有工程 有车走 它就会往上掉木头 所以路上不缺的木头 所以路上不缺的木头 那边还有 那边还有一堆 但是咱不剪了 够用就行了 今天剪了不少 这么多 这块房木够用了 太多的话 拉着也是负担 还在这个山里面走呀 再走会儿 绕出这个山是不是就看见太阳了 这边是稍微凉快点 来 天色已不早了 总必找地方露营 看见一个路边有一个这个房子 我想在这个房子这儿露营 因为这一面 这边是山 下面是 蓝长江 所以说没有合适的地方 天也不早了 已经快六点多点了 我看见这儿地方 我不能 我想来这儿露营的 但是这儿人家是个饭店 看见这里面 锅外瓢盆 啥都有 这儿有个电话 然后我给老板打个电话 看看能行不能行 能行 咱就在这儿露营了 不能行 咱就在我街走一走 打个电话封一下 喂老板 我是一个徒步的吗 我这走到咋饭店这儿了 我这天也不早了 我想在这个露营 我说问问看咱这儿 就是营业不营业了 如果营业 我就再往下走一走 如果不营业 我就想去咱那个 就是厨房和厕所 那个拐角那儿 打个帐篷住一晚 你得找我就走了 看看行不行 可以 好嘞好嘞好嘞 谢谢谢谢老板 拜拜 好 咱就去那儿露营 咱就来这儿露营 咱就来这儿露营 老板刚说了 不要在那儿拿起 不知道谁在那儿拿起 但是不管是谁的 咱给收拾 船就去那儿拿起 就这儿露营 然后拿起 我去那儿拿去 听不懂是谁的 这儿 这儿不是我能的 不要 我 fühlty 我靠看这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作詞 作曲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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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